這支Panasonic的整髮器呢 它是一個讓你在家裡面都可以輕輕鬆鬆的好上手 然後呢讓你變換造型的整髮器 那一共呢有六個這個我們的整髮接頭 可以讓你變換造型 除了呢一般的指法之外 還有呢剛剛的設計師為大家示範的 這個中捲的火辣還有大捲的火辣 還有呢這個非常浪漫的那種超大捲的火辣 以及呢蓬鬆法和非常值得一種指法 所以呢總共呢一共有六個衣 可以讓呢我們許多朋友呢都輕鬆的好上手 因為溫度呢也是適中而會呢過套 這是我們Panasonic的這個小臉推進器 那麼呢當然呢除了你要一般呢在看電視的時候呢進行拉提之外呢 你也可以搭配像是市面上的一些拉提霜 或者是一些面霜之類的 讓它呢可以吸收的更快 那在這個呢其實觸感上呢都是冰冰的 而且呢也很溫厚 而且分成三段十 那我現在使用第一段呢先稍微給大家示範一下 就像這樣子輕輕的 輕輕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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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這個臉會稍微有一點感覺 但是呢它最主要就是要讓你的臉部可以濺色 但是用的時候要小心我們的頭髮你要收起來 要不然很可能會刮進去 這第三段 那我建議的話呢就是當你呢一開始使用的時候呢 就不要先調太大 要不然其實呢對皮膚來說也是一種狀態 所以呢你可以從最慢的緩速 開始進到中速 再來進到高速 那你的臉呢就會變成了很正統的效果 那這一台呢同樣也是擁有的耐靈腐美食 那它是一個美顏期 那當然呢這個有時候保養完之後呢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臉部呢一起撿 或者是去植一下或者是熱蒸一下 那現在呢我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總共呢有分成四個階段 好 那現在呢我打開熱蒸氣 那如果有時候呢我們呢這個擦完一些保濕的之後呢 把你的臉對在我們的這個蒸氣大概距離 大概15到20公分之間 然後呢你就會感受一下 那現在我用的第一個階段是 潔淨的部分 它總共分三個階段 而現在我們再按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呢 它的蒸氣會不同喔 它的蒸氣是一個緊膚 緊實皮膚的一個效果 可以感覺到呢 可以感覺到呢我的保養品都吸收到裡面了 那再來呢下一個階段呢 也就是我們的去脂 可以讓你呢去除一些不必要的油脂 但是呢還是一樣把這個水分鎖住在裡面 最後一個呢就是熱蒸 然後呢像這樣子維持個大概十多分鐘 其實每天啊這樣子 對我們的皮膚來說呢 呃不但呢可以這個保有吹彈跟的破筋 然後看到Sonic的 奈米水磷子吹風機呢 它的很固理 固理子還要更加的細 所以呢當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會感覺到頭髮呢 比以往還要更加的柔順了 那當然呢這個 這個呢奈米的這個 幫你做一個按鍵 按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自動的切換 需不需要奈和水磷子在裡面 所以呢如果是一般做造型的話 也可以切換到一般的風速 所以呢在做造型方面呢 頭髮也會比較乾淨 比較呢堅韌一點 如果呢想要讓自己的秀髮呢 是非常的輕彈 的話呢就使用到我們的那一部按鍵 那當然呢 你看呢除了呢 兩個風速之外呢 還有冷熱三個階段 所以呢它可以做事的團呢 呃非常適合長脂髮的女性 或者是許多呢 愛護秀吧 有新的朋友的一個 非常好的就是這個家電友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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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